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以及机优民政人员表扬大会 其中新店区有七委里长获得这份殊荣 今天的阿公阿嬷当主播 要由高宝隋与蔡翠霞来播报新闻 为了鼓励民众是临婚育增进家庭和乐 新店区公所8月31号上午在大峰社福馆 举办萌宝抓周级爬行比赛 一共有39位的小选手报名参赛 为了吸引小宝贝能够赶快的往前爬 爸妈们是使尽了全力 但是宝宝们却是状况百出 马上来看这些有趣可爱的画面 3 2 1 开始 起点的这头不断催促着宝宝快往前爬 终点线这头的爸爸妈妈比宝宝还忙 拿着各式各样的玩具 甚至连卫生纸都出笼了 就是为了能够诱使宝宝爬快一点 不过有的宝宝像是来交朋友的 不断爬到旁边去 不然就是在原地大哭 但也有宝宝一路爬爬爬向前冲 有趣的宝宝爬行比赛 让现场热绕滚滚 充满了欢笑声 为了鼓励民众适临婚育 新店区公所8月31号 在大峰社福馆举办萌宝抓周级爬行比赛 吸引了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小宝贝来参加 主要就是想要增加亲子之间的回忆 也带小朋友到外面来走走看看 我觉得蛮好 就是让家人都一起来看看他的成长 这是一个很棒的参与吧 除了宝宝爬行比赛之外 活动现场还设有一个抓周专区 可爱的双胞胎穿戴上有中国风的服装 在圆盘的竹筛中 有各种代表不同兴趣和职业的物品 像是听诊器 书本 麦克风等等 而两个小宝贝则不约而同的都拿起了鸡腿 象征着有口福一生不愁吃穿 新店区长林黄元就表示 除了透过这个活动增进家庭和乐 促进多世代共同参与 搭配着目前各种补助及托育政策 就是希望能够减轻民众成家立业的负担 营造这个环境之外 我们也在那个生育跟那个养育方面 记了很多的一个补助 我们也办了很 现在目前新店区有无所的那个投医中心 这个也是让我们的减轻 我们那个这些年轻爸爸妈妈的一个负担 看到他们就是很开心 然后可以出来这边看到很多人 他们就很兴奋了 对 难得有这个活动我就觉得不错 新店区公所表示这场活动 依照出生的日期 分为大宝祖和小宝祖 一共有39位的小选手来参赛 为了家中宝贝 不止爸爸妈妈 就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出动了 拿起手机相机猛拍照 要记录下这重要的一刻 不论是爬低迷还是原地不动 这有趣的爬行比赛和抓周活动 都让每个家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记者杨帮友邹芳琦 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与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 8月31号上午在大丰国小活动中心 举办Keyboard亲子体验营 首度引进的Keyboard机器人 透过扫描方块积木上的条码 让孩子认识城市语言 进而让机器人执行命令 有趣的活动让家长和小朋友都觉得收获丰富 看着Keyboard机器人向前进顺利击倒宝特瓶 小朋友们大声的欢呼 为了推广城市语言教育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与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 8月31号上午在大丰国小活动中心 共同举办108年暑期Keyboard嘉年华同乐会亲子体验营 大家今天看到这个Keyboard机器人 他其实是不用电脑 因为家长最担心的是他的眼睛 孩子的眼睛 那现在Keyboard这个机器人 他教你的话 他可以不透过电脑 然后小朋友可以学习所谓的城市语言 一样可以训练逻辑 把资讯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提早培养他们的一个未来智能的生活空间 所以我们就举办了一些Squire Junior的课程 在平板里面做城市设计 那这一次呢 是特别把平板里面的那些指令呢 做成一个方块的积木 让小朋友实体来操作 用方块积木来做一个城市设计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指出 在暑假期间 其实已经寻回办理了9场小涂鸦城市语言课程 而在这场活动中 则特别引进了Keyboard机器人 透过在积木上的城市条码 扫描之后 让机器人获得各项指令 再实际执行启动机器人 观察是否能够达成任务目标 进而修正 找出问题和解决方式 一连串的学习体验 都可以让小朋友建立逻辑 学习城市语言的应用 带领我们孩子 可以做这个逻辑思考 还有这个运算思维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譬如他在打保龄球的时候 找不到路线了 那他要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这项机器人是未来一个课程 把资讯融入各科领域教学的一个最佳的神器 这场活动一共有一百组的亲子报名参加 最后大家用纸盘 宝特瓶等简单的素材 动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环保机器人造型 并且用同样的原理扫描条码 让机器人可以动起来 琳琅满目创意十足的Keyboard机器人 跳舞大PK 让爸爸妈妈和小朋友都相当开心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就表示 希望能推动幼龄学童提早学习城市语言的风气 让城市教育向下扎根 厚制国家未来的竞争力 记者杨帮友 曹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中秋节前后是柚子的产季 柚子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以及纤维质 是相当不错的水果 不过营养师提醒 柚子的糖分高 因此糖尿病的患者不宜过量 另外柚子与降血脂降血压等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 所以不能同时服用 柚子口感酸酸甜甜 更有着独特的香气 而且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P以及纤维质 养颜又美容 又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 是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 不过营养师提醒 柚子虽然带着酸味 但所含的糖分不容小觑 所以糖尿病患者前肠就好 两片的柚子大概170克 它就含有15克的糖 所以就可以当作是一份水果 所以我们是鼓励说 糖尿病人一天是可以吃两份水果 那就分开两次吃 每一次大概吃个两片是OK的 而对于想要减重的民众也要注意 柚子的热量其实也不低 吃多了仍然会造成发胖 两片的柚子也大概有60卡的热量 所以我们还是要算进去我们每天的热量社区里面 另外柚子含有与葡萄柚相似的成分 与特定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 所以千万不要同时服用 柚子呢跟葡萄柚一样 它是属于云香科的植物 所以它跟葡萄柚一样 它含有类似的 福南香豆素的成分 那这个成分呢会造成一些药物的一些 相互加成的作用或者是抑制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提醒 有一些朋友们呢 他同时有吃降血脂的药 或者是降血压的药 或者是有镇静安眠药等等 这一些都还是先请教一下药师 如果民众在服药期间 因为食用柚子产生不适 务必要赶紧就医 确保用药安全 记者陈兵站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 为了表彰特优里长 和民政人员长期为地方奉献的辛劳 新北市政府在新庄典华会馆 举行表扬大会 这次一共有122位的里长 以及50位民政人员获奖 其中新店区有7位里长 获得了这份殊荣 新北市政府举办108年 特优里长及基优民政人员 表扬大会 市长侯友宜亲自到场 感谢获奖里长和人员 他表示有赖全市 1032位里长协助推动 靠着大家在第一线的服务 才能够把各项政策 传递到里林执行 今年一共表扬了122位特优里长 以及50位基优民政人员 其中新店区有7位里长获奖 包括张南里林国荣 文明里卓振天 长春里李传杰 美城里翁志冠 吉祥里林永辉 福德里张元亨 以及一共伦里游延兰 区长林黄元表示 不少里长都相当资深 不论是环境清洁 银法共餐等等各项活动办理 每一位里长长起来 都是不遗余力的为里民服务 为地方打拼 不管是在里环境清洁认证 包括说我们的老人共餐 允法俱乐部 各项业务的推动 都是站在第一线 非常非常用心跟努力的 吉祥里里长林永辉 是第二次获奖 他表示这是一份 得来不易的荣誉 更以五星级里环境认证 八连拜为目标 要为里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我今年已经又拿到 新北市认证的七连拜 联系第七年的五星级了 那我继续会 明天会朝上八连霸的方向去努力 我也希望大家能支持我 一起走下去 另外长春里里长李传杰 则是首度获得这份殊荣 他指出担任里长 为里民解决问题 是他最大的快乐 同时将持续关怀 引法勒临 让里内的长辈 都能够乐活健康 长春里也有幸 变为全国第一个单位当中 受到训练 受到训练当中 那针对长辈当中 他是做一个有效的激励训练 所以未来我希望能够阳光基金会 这一套有效的科技运动 能够在侯市长他的带领之下 那再把它推广到新北市 推广到全国 新北市民政局表示 里长服务的范围相当的广泛 从路平灯亮水沟通 甚至是到抓漏 环境卫生等疑难杂症 可以说是地方的守护神 再次感谢里长长期来 为地方奉献的辛劳 也期许未来一起打拼打造幸福的新北市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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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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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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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多年被政府列为禁建区 维持它一个很淳朴风气的社区 我感觉这个社区有它的味道在 本身也是这里的里民 我就把老社区的氛围跟我的艺术结合起来 下城社区目前已经有十多面砖雕墙 专家艺术不仅打造社区新风貌 也凝聚了居民的相信力 更丰富了下城社区的观光资源 记者声明正门奇新店采访报道 大家好 我是主播蔡翠翔 新店下城社区利用行自空地 必见了一处可实地景 并且邀请重光社区大学来上课 教导植物栽种的知识 让可实地景的成果相当丰盛 绿油油的可实地景是新店下城社区 近期来的心血成果 而这片看起来相当疗愈的可实地景 之前却曾是个脏乱点 经过了社区努力 现在完全截然不同 新店局长林黄元在可实地景收成的这天 一起来分享这丰盛的成果 和阿公阿嬷一起拔菜 甚至还当场生吃青菜相当开心 整个一个生态 这个非常的丰富 那个所种出来的这些菜 不只是可以观赏 非常的疗愈之外 他们自己在使用上也非常的放心 像周边所种的这些桂花 他们讲说桂花 以后他们长出来的花 也可以再来做什么桂花量等等之类的 真的非常好 我看这些大哥大姐 玩得非常的开心 下城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陈彦凤表示 由于社区内长辈多 一直以来都有规划各种课程 这次结合从光社区大学可实地景课程 让长辈和社区妇女对于栽种有更多的认识 也让居民多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天地 种菜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很多种方式 那之前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中有位阿伯就是说 我们把那个蔬菜烂掉的 把它倒在第一层铺的是用那个方式 他以为我们把不要的垃圾丢那边 经过我们跟他叙述之后 他才原来是说 种的种菜的方式有很多种 感觉到非常的好 因为全部都是用天然的肥料 不加任何的农药下去处理的 所以这个菜看起来又新鲜又大 感觉的很好又没农药又有机的菜 总干事陈彦凤指出 透过不同的课程学习 可以增加长辈走出家门的机会 减欢老化 对于身心健康都大有帮助 而现在又有了这片户外的学习基地 以环保方式进行栽种的可食地景 不使用农药 种出来的青菜新鲜又可口 还兼具美化环境的功能 不仅为社区增添了几分风采 大家欢喜收成更是成就感十足 记者陈小旦 张芳琦 新店采访报道 接着来看 不不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电视网络一起办最划算 现在申办数位有限电视 加HD99高画质套餐 加120M宽频上网 每月只要1099元 申办数恰2917 3939 HD148自由选高画质频道组 年约半年缴 再讲好理四选一 专案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或恰客服专线2917 3939 大新的客服APP 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通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新北市文化局主办2019新北市音乐剧节 自9月27日起到2020年1月5日 规划超过25场次的音乐剧演出 邀请民众感受音乐剧响宴 详情请洽文化局 2253 4417 分机101 新北市连锁超商及咖啡店 骑楼全面禁烟 9月1日起将针对民众 陈琴的骑楼吸烟热点 及周边商家强力稽查 并开罚 违规吸烟者最重可罚1万元 提供吸烟器具的业者 罚1万元到5万元 请民众及业者务必遵守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